冰箱里边有五个猪蹄啊 咱们简单来一个黄焖猪蹄 好咱们把这大猪蹄的 分手处理 分手快乐 祝你快乐 黄焖猪蹄可以让你编得更好的 今天咱们稍微来点这个五花肉 然后把这些切好的这些猪蹄什么的 给它倒到锅中 然后咱们给锅里边稍微来点水 然后咱们给锅里边稍微来点料酒 接下来咱们再切点这个葱蒜啊 还是老手艺啊 传统老节目啊 水温温开货啊 咱们把浮沫给它打一下 工业大声 一切准备就绪啊 咱们简单炒个糖色 给锅里边稍微来点油 然后来上七七四十五滴冰糖 糖色已经达到这个枣红色的这个状态了 先是小泡 后是大泡 然后大泡变小泡 OK 然后把葱姜给它下倒锅中了 然后再来点这个黄豆酱 简单煸炒出香味 炒香以后啊 来点生抽 然后来点香气酱搞里头 然后稍微来点水 与此同时啊咱们加点这个姜豆腐啊 就超级完美了 OK接下来 高压锅冬场 把焯好的猪蹄啊给它下到锅中 这锅确实是大啊 五个猪蹄啊 这连锅底都没垫满 底料下到锅中 八角桂皮香叶白芷草果肉扣 烧点碧波凉姜 给它熟一熟 然后咱们给锅里边稍微来点水 来点老抽啊调下颜色 然后稍微来点盐 蚝油 咱们小火啊给它炖上一个小时 一个小时以后啊 咱们把这个五花给它放到锅中 盖个儿再给它煮上半个小时 今天这个猪蹄啊炖的是 非常之稀烂火 极其烂火 过 稍微淋点这个汤汁 好了好了大家好 完全不容易啊 终于搞定了啊 烟烟烟烟 现在来一口这个五花吧 果然很过瘾啊 这个奏型啊 多少有点这个 泵肉的感觉了 哇 现在来上一口块儿 哇 现在来上一口块儿 鸡肉的汤 嗯 接下来来看给你看看主题啊 到了什么程度啊 这小骨头啊 直接一揪啊 下来了 非常之乱的Q弹 哇 这个猪蹄啊 我都不敢拿手拿 你知道吗 这就它太脆弱了 你知道吗 一揪它这骨头就挤了 哇天 它超级满足啊 嗯 就跟吃果冻一样 配上我这个酒头身材 哇天 嗯 嗯 不枉我 是我们村唯一的一个精致男孩啊 啊 啊 吃肉不吃蒜 香味少一半 今天咱们这猪蹄啊 已经烂的 没形状了 失去 失去了它本来的模样 这猪蹄 哎呀 还特别烫 啊 稍微来点啊 这是猪蹄 这是猪蹄啊 满满的胶原蛋白 满满的胶原蛋白 一产之Q谈 超好吃的 还剩一点米饭 咱们来点豆腐 西红柿纯淡 外卖点了个面 这我们这比较火的一个牌子 不用不用 这是这是牛肉面 我靠赶上邻居装修了 这尴尬 这边还有一份小野菜 我们这叫苦菜 就这么小粒的牛肉 就这么小粒的牛肉 就跟我眼睛一样小的牛肉 龙公才给了两块 自己炸的油辣椒 然后来点醋 齐活了 其实他们家的量 给的还是行 还算OK 吃面得配上我的蒜黄瓜 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 我们邻居又开始装修了 我今天的视频结尾 又要伴随着美妙的交响乐 开始了 去完成自己的吃饭旅程了 因为很满意 啊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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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